好 我們繼續來細講夫妻宮 夫妻宮前面講到了三個重點 那現在繼續來講第四個重點 第四個重點就是 一些還沒有結婚的人 或者是準備期待想結婚的人 準備期待想要 踏上紅地毯的那一端的人 那就跟你有關係了 就是會想知道 那我何時有姻緣啊 我何時可以結婚啊 我何時可以結得了婚 在大陸現在好像對於 年紀比較大一點的女生 就叫做聖女 剩下來的女生這樣 那這些聖女呢 她們壓力很大 在我快30歲的那個時候 其實我就是這種聖女的心態 我也覺得壓力很大 那時候只要逢年過節 然後基本上我大概都不會 挑那個時間回鄉下回去老家 因為我覺得太煩了 因為大家就會開始問啊 你什麼時候要結婚啊 然後你什麼時候要喝喜酒 你什麼時候要婆孫啊 就隔壁鄰居的 或者是左鄰右 或者是你那些堂姐啊 堂妹啊 表姐表妹們 人家什麼人都嫁啊 你怎麼還沒嫁啊 還沒很短 這我30歲的那時候 我的確也有很大的壓力 那也因為這樣子呢 所以那時候我已經學習紫 我讀數了啦 所以我比較能夠 就是撐住啦 比較能夠穩住說 我自己的夫妻功 我自己還算 有點清楚自己是什麼情形 那你們叫我結 我難道隨隨便便去路上 拉一個人來結嗎 那我想要結的人 到底在哪裡呢 就還沒出現啊 那然後還有加上 就是自己的命盤 到底什麼時候要結婚 那個姻緣點 那個時間點 好像也還沒出現 只是那個時間點出現的時間 好像就一般 一般人會覺得 設定的年齡裡面呢 已經超過了 所以你就會有壓力 因為一般人會覺得 你一十八歲以前就好嫁啊 你一十八歲以前不嫁 後來你高齡產婦呢 那你可能 怎樣怎樣怎樣 就是會有那種傳統的 年齡的壓力界限 那如果說你 你只是結婚是為了要交代 或者是為了滿足大家 觀眾的需求 或為了滿足父母親 他們說我已經 我已經把這樣的一個 心理的一件 負擔 壓力 或者是 不放心 有了一個 覺得自己說 做比我 就說 現在都嫁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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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 我現在就 沒負擔了 心情就比較鬆鬆 如果只是這樣子的話 一般人呢 就是眼前先做了這件事情再說 至於說將來婚姻出現了什麼問題 那就以後再說 大部分人是會選擇這樣子的一個途徑 那如果你不是 你也不願意這樣的話 我是覺得現在越來越多人 不願意也不是 所以十年後 我在重講紫薇斗數 我相信會更多人呢 會引起共鳴 而且我相信也會更多人得到受益 就是說紫薇斗數提供一個角度 提供這個角度 就是說我結婚是為了要幸福 我結婚不是為了要交代 我結婚是為了要跟一個 跟我可以走在一起 大家彼此互相珍惜 大家彼此互相理解 然後大家互相的真誠對待 我們共同在人生的旅途上 成為一個真實的共同伴侶 而不是因為我是為了要交代 而是因為我就時間到了 好 反正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完全都是 擠了一堆都是 都是為別人 都是別人要你這樣 然後你因為別人這樣 所以我比較 既然你要我給我就給 既然你要我給我就給 你想生個孫子 好 我生給你 類似這樣 我覺得 很多人越來越不願意遵循這個法則 那所以我們就來看看說 那我到底何時會有姻緣呢 那這個在紫薇斗數命盤上 他也可以告訴我們何時有姻緣 好 那我會有幾次婚姻 如果你要按照你的命盤 忠實的去呈現 或忠實的去兌現的話 你可能到了那個時間 有的人就紅蘭天喜入命 他就很早婚啊 十八歲就嫁在走啊 二十歲就已經 還沒當兵就已經當爸爸了 這種很多 那這種情形呢 他如果沒有相當 很多的因素的配合的話 你想看看 這種婚姻的維持多久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那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當然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是這樣的人 但我相應大部分都不願意這樣 好 那所以有幾次姻緣 這個在命盤 在紫薇斗數上面 也可以看得出來 那第五個是最佳拍檔 好 那如果我不想要結 這麼多次婚姻 那我也希望跟對的人結婚 我也希望跟對的人走我生命的這條路 共同手牽手 然後白頭到老 生病的時候 互相照送藥湯 我寂寞害怕的時候呢 他給我打氣加油 我覺得我們生命 共同面對困難的時候 我們一起昂首的面對 影響那個浪頭 那到底那個正確的人 是長了什麼形象 那個正確的人 到底具備什麼樣子的特質 不是從外在 不是從身高 也不是從他的家庭背景 也不是從他的學歷 也不是從他的收入 當然這些都是考量因素 但他不是絕對 他不是絕對的因素 絕對的因素呢 是他的命盤 要具備些什麼特質 你先把他們的命盤 具備了這些特質以後呢 再來看他具備了外在 現實條件些什麼 如果他沒有具備了這些 最佳拍檔 我們叫做最佳拍檔 最佳拍檔的命格條件 如果沒有具備的話 事實上即使他有再好的學歷 他有再高的收入 他有再好的背景 他有再好看的外表 你們終究還是要成為院偶 互相彼此到後面 互相傷害 然後在人生的旅途上 留下了一個非常悲慘 非常不愉快 非常痛苦的一段回憶 生命就如此短暫 幾十載寒暑 婚姻生活有可能短短二十年 或者是十年 可是卻已經在你的生命當中 佔據了太大的傷痕 太大的傷害 不值得 沒必要 好 所以我覺得 如果有一門學問 可以告訴我們 事先能夠防範 事先能夠去 去應應他 為什麼不呢 為什麼不 為什麼不 對吧 對吧 你這年要聰明的人 當然要學 好 來 那這個呢 夫妻公呢 他會直接影響官怒公 就是說你的婚姻幸不幸福 美不美滿 穩不穩定 你嫁了一個什麼樣的人 你娶了一個什麼樣的人 他會直接影響你的官怒公 因為他的對公就是官怒公 所以事業要成功 要失敗 其實你的另外一半 是很關鍵的 所以為什麼 古人 要用一個人的時候 為什麼要叫他 帶姻母回來 給我看看 你的老婆 你的另外一半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同樣啊 你現在要用 要跟一個 要用一個女總裁 你想要找一個 你的職員 你也要看看 這先生到底是 什麼樣子 如果他這先生是 好吃懶做 然後 不實際 那你還敢把帳交給他嗎 他們哪一天他們家 缺錢的時候 他就挪用公款啊 他領錢就領回他家了 然後跑路了 這是很多的 所以我們要用一個人 不是只是光他個人而已 我們還必須要看到 他的 如果是個婚姻關係的人 他是跟什麼樣的人結婚 他的另外一半 是什麼樣的特質 都會攸關他的 這是很有 這是很有道理的 好 所以呢 這個不立婚姻的六種組合裡面呢 就是 剛剛講到 積良 一個就是 煞心單手 或雙手在生命功 第二個是 舞曲家火心 舞曲家火心的特質 比較很明顯的 就是那種喪偶 他們倒不是夫妻感情不好 或吵架 或者是說 每天在那兒插插 每天在那兒冷戰 或者是說 在那邊大家 意見不能溝通 賣賣 但是卻又必須還 同在一間屋檐底下 為了要維持這個 所謂世間人 所 所 所以為的 叫做 你有個婚姻 然後你有幸福的家庭 你有小孩 就叫維持一個形象 舞曲家火心 大部分 不是像他們 呼吸有的是 呼吸感情很好 可是突然之間 有一方遭受了意外 所謂死亡 意外的死亡 或者是疾病的摧殘 然後突然之間 然後必須 那個 兩個人變成一個人 這是 這是舞曲家火心 它那種衝擊力比較大 維持一個人